Hello 大家好 我是Ava 欢迎收看由我讲游戏 在开始拍片之前 你follow了我们的咪咪和Oddice咪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朋友 都记得按个订阅锡 还有按旁边的妈妈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更新的内容 好了 那我们事不宜遲 立即拍片 不知道为什么 我对于《喪丝》的电影和游戏 都特别情有独钟 可能是因为人类变异 令我觉得更恐怖和真实 所以我玩《喪丝》的游戏时 都会特别投入 而被受触目的开放世界动作 RPG游戏《垂死之光》续作 《垂死之光》以坚守人类身份 终于杀到玛丽啦 游戏已充斥着《喪丝》的末日世界 作为故事舞台 除了继承和进一步强化前作被受好评的沉浸式故事体验 和跑出来动作玩法等第一人称观点动作要素之外 还可以透过分支选项打造出不同路线的剧情 完全感受属于自己的故事体验 而玩家在游戏中 将会扮演有特殊体质的外来者艾登 为了生存和解开自己的迷团 于是去到存在人类文明的最终堡垒 同时都是潜在危机的废气都市 但原来这里已经一早沦为喪丝的巢穴了 如果你想在这个恐怖的地方传活下去 就要好好利用这个游戏系列核心跑酷系统了 它不单是你在开放世界中自由行动的手段 令你可以在复杂的环境移动和穿梭 另外它也是你战斗时的利器 无论是从下偷襲将敌人扔入深渊 还是一脚踢飞你看不顺眼的游戏 都可以轻松做到的 我们也可以透过各种各样的创意玩法 去找道具和加工材料 而一夜轮替的机制 都为我们提供更多元丰富的通关体验 所以如果你想在这个真实的末日世界里 展开恐怖刺激的生存之类 就一定不能错过常死之关义了 看完这条片的朋友 记得记得要来这里买东西 还有啊 不要忘记留言、赞、分享和订阅我们 如果有什么问题 就在下面留言给我们 记得要支持实体店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